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就在美中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 华盛顿与北京出现了新一轮的交锋 北京抓捕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 美国国务院予以谴责 并考虑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准备在本周公布有关 北京持续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 以及介入机密和政府的公司电脑的指控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为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美中贸易协议 他考虑将出手干预华为高管孟晚舟事件 目前看来 美中双方都试图淡化华为事件 对贸易谈判的影响 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 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将成为美中贸易谈判挥之不去的阴影 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两国贸易和解难上加难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 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 一同来讨论飘忽不定的美中关系 对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 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 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旅美经济学者 独立时评人秦伟平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政治学博士 独立时评人吴强 吴博士您好 您好 秀伟平好 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 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 youtube.com 协线VOA China 中国逮捕了加拿大的一位前外交官 这表明孟晚舟事件背后的美中对抗正在升级 那么与此同时 孟晚舟已经在加拿大法庭获得保释 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秦伟平先生 中国政府在孟晚舟问题上的立场持续强硬 有人说这可能预示着习近平和特朗普 在G20峰会上的和谐气氛将发生变化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孟晚舟被捕这个事件是影响到中美谈判 然后普遍认为孟晚舟被抓捕 是美国谈判的一个比较有利的筹码 但是按照刚才大家讲到的 中国政府这方面的强烈的反应来说 好像蒙上来很大的一层阴影 我并不这么看 我觉得可能反而是对中美两国谈判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考验 目前来说中国政府这么强硬 也未必代表着习近平他个人 或者说他主要谈判方的一个策略 有可能是不同利益集团发出不同的一个声音 那孟晚舟的命运最终决定于 这个中美两国之间 在未来剩下的80天左右时间内 达成意愿的这个决心有多大 如果他们真的想达成意愿 双方愿意做出巨大让步的话 孟晚舟这个事件可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但是如果说最终 大家都没有这个意愿都不愿意做让步 那孟晚舟可能会成为中美两国 大国博弈的一个牺牲品 未来结局可能会比较悲惨 谢谢 美中下一轮贸易谈判在即 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却准备在本周 公布有关北京持续窃取 这个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 以及介入机密的政府和公司电脑的 这样一个指控 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这种高压手段 恐怕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贸易谈判 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 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相信就像刚才秦伟平博士说的 华为的案子目前在我看起来也不太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 但是如果说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在未来公布新的一些案例 特别是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一些的 比如说盗窃知识产权等等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 我相信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 中美贸易谈判我相信真正影响的倒不是谈判进程本身 而是影响的是中国国内的公众的情绪反应 因为我注意到在华为案子出来之后 中国境内的民粹主义情绪 这种异和权势的民粹主义情绪又开始萌芽 已经不是萌芽的程度了 已经到了一个快到危险的一个临界点了 那么美国政府未来的一些反应 在我看起来将来很可能会对中国的这种民粹主义情绪 会造成进一步的刺激 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 我们看到被特朗普委认为主持贸易谈判的强硬派人物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表示 以他个人的看法说孟晚舟这件事 应该不会影响到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 秦先生我想请教 莱特希泽这样说是因为他真有信心 有把握北京不会变卦呢 还是这仅仅是他的一种愿望呢 我觉得这个莱特希的这个表述很有意思 既不是说美好的愿望 也不是说认为北京真的不在乎孟晚舟这个事情 我觉得倒是向美国谈判的一个策略 因为几乎在12月1号同一天 特朗普跟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呢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 那作为美方呢 她当然是知情的 但是这个事情刚才提到说有可大可小 那在侧面上可以对中国政府形成一个谈判的压力 这个潜台值是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很愿意跟中国达成这个协议 也给这个90天的期限 如果说大家愿意坐下来呢 切实的去磋商 然后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去走 那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 华为这个事件可能就不了了 是一个小事情 包括昨天好像特朗普总统也出来表态说 如果为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 她甚至可以去干涉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表态其实就很有意思 代表着美国政府其实在侧面在向中国施压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切实的表态 或者说切实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让步的话呢 那孟晚舟事件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大家看看华为是中国 屈指可数的拿得出来的比较重视研发的这个高科技产业 无论是在企业规模 行业影响力 还有这个技术前景都是比较拿得出手的 在国际上也比较有竞争力 如果说拿华为来开刀来做文章的话 可远超过之前的这个中芯事件 因为华为的影响力比中芯其实还大很多 那目前孟晚舟被捕 她只是说在美国制裁伊朗这个问题上呢 提出一些疑问 这个疑问主要是孟晚舟当时在担任 华为一个企业的一个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呢 涉嫌去欺骗这个美资的银行 让美资银行呢 在配合美国在制裁伊朗的时候呢 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是这个原因 大家知道华为其实问题 如果要讲问题的话 可能远超过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可能对美国来说 最关切的可能是盗取知识产权 或者说危害国家安全 当然这个需要更多的证据 进一步的去证明这些事情 那美国如果要拿华为这个事情来做文章的话 我相信后面会有一系列的一个策略出来 我们也看到国会的参议院的参议员 卢比奥还有克鲁兹 他们在表态说 强硬的说要把那个孟晚舟 尽快引渡到美国受损 然后华为怎么样怎么样 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的间谍企业 然后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这个国际社会 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开始 对华为是关上了门 特别在政府采购方面 特别是要限制华为进入 刚才也提到了 所以这个华为事件 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 目前是比较有利的一方 它是可以做一个筹码 让中国做出切实的一个让步 我们可以一起继续观察 谢谢 那么根据最新报道 刚才秦伟平先生 也提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为达成美中贸易协议 他准备出手干预孟晚舟事件 我请教吴博士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怎么看特朗普的话 特朗普如何出手 他又如何干预呢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 特朗普的策略 应该是不可判断的 他竟然会采取一些 无法估计的 无法判断的手段 所以我基本上 在过去半年多的 中美贸易战以来 我们看到相对于贸易代表团的 其他成员都是扮演着鹰派的角色 特朗普一直扮演着一个歌派 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 那么在意义上讲 不排除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 拿华为的事件 继续是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 譬如说通过他的某一种 总统的特权来干预 来关缩司法当局 给予比如说 中止对孟晚舟的 引渡 这个是他不能排除 不能排除他可能这么做 但是在未来谈判当中 即使引渡进来 他干预的机会也更多 甚至不仅是对孟晚舟本人 譬如说他还会对 华为公司怎么处理 华为公司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当中 处于一个什么角色 是处于开刀的对象 比如说拿华为公司做结构性改革的 一个样板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他毕竟是叫商量总统 完全可能拿一个企业来做 譬如说来做一种分割的试验 完全有可能 我们要有各种这样的想象力 好的 看起来特朗普这个人确实很难捉摸 就像我们著名的一个时事评论人士 张立凡曾经说过 对于特朗普他究竟是个政治家 还是个资本家 这个外界还没有看清 有待遇观察 那么现在已经有很多网评进来 我来给大家选读一些 首先是苏杀 苏杉 啊 Snyder 苏杉 Snyder 她说实际上很多人希望共产党报复 抓美国人 这样事情就大了 外资撤出也就加快 共产党就怕这个 李中本 她说孟晚舟保释只是一个前奏 大戏引渡上位揭幕 但是已经暴露中共的各种特性 第一 中共独裁集团的中国逻辑 其实就是不问事实与否 先强词夺理 第二 煽动民粹 举国体制动员 第三 绑架对方的人质 但是由于实力不及 估计还是要搞所谓虚实太极两手 继续贸易谈判战 继续贸易战谈判 但其无诚信的丑陋表演 已经暴露无遗 凯尔文诺 凯尔文诺 他说美国为什么不像处理中兴一样 处理华为 为什么要抓人 而不处罚华为公司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刚才这位叫凯尔文诺 我们这位网友 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为什么不像处理中兴一样 处理华为 为什么要抓人 而不处罚华为公司呢 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 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首先 秦伟平先生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好 谢谢 我觉得这个美国 他有他的自己这个策略吧 现在只是开始抓人 我觉得也不代表 如果华为事件升级 不代表说要去 要求抓更多的人 另外呢 华为的事情可能更加复杂 设计的层面更多 未来我相信如果只仅仅通过罚款 就解决华为的问题 当然对华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有可能会不光是罚款 有可能在其他的 比如说像华为这种商业的合作 像华为出高新的芯片 甚至在其他的方面 可能会有比中兴有更多的解决方案 对美国来说 华为的困难有可能会变得更大 只要是中美两国彻底的这个谈判破裂的话 未来风险会越来越高 谢谢 好 北京的吴强博士 你有什么补充 因为从现在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 华为的问题非常多 不仅有违反美国向伊朗禁运的政策问题 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相信孟晚舟是被抓到了证据 那么未来 我相信美国政府也好 或者国际社会也好 对华为的这种深入的调查会停止 那么伴随的调查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制裁的行动 但这种制裁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完全各种程度上 决定于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这种谈判的进展 比如说中国如何进行结构性改革 如何来协调在知识产权 各个方面与国际社会的这种共处的关系 所以只要这个进程继续下去 那么国际社会 包括特别是美国对华为的 这种紧盯着华为的这种态势 就不会变化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虽然北京态度 对华为事件上这个态度仍然非常强硬 但是海外亲中媒体已经放出口风 建议北京跟华为切割 说不要让华为一家公司绑架贸易谈判 秦先生您在海外注意到这种观点了吗 我没有太留意到这个观点 因为很少看这种亲中的媒体 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完全经不起对峡 因为华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 或者做的规模比较大 它其实在背后 当然我们也没有确实的证据 它是有中国政府 或者甚至有怀疑说中国军方的这个背景 它没有办法切割 因为大到没有办法切割 从它创业现在几十年 已经企业规模有18万雇员 然后销售额也是几百亿这样子 几百亿美金 已经是非常大 已经没办法切割了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跟美国坐下来好好谈判 借这个谈判之际 把自己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捋一遍 然后该解决的 就是力气解决的 你就赶紧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 而不是拖或者说切割 你这种切割 我认为就像这个掩耳盗铃一样 你去骗谁呢 对不对 谁会认账呢 是不是 所以切实的还是回到谈判桌上 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 拿出解决方案来 然后让国际社会 特别像美国政府看到说 你在切实的是改变自己 改革自己这样一个决心 谢谢 来我请教吴博士 亲中媒体海外建议 为贸易谈判而切割华为 那么这种想法 是不是 会不会是北京的想法 华为这样的企业 北京能割舍得了吗 能切割吗 您认为 我的看法跟秦伟平导 是有一点不同 我觉得切割是可能的 而且在多个层面上都可能存在 最简单的层面就是 未来的谈判进程 不去谈华为问题 大家都让司法部门 自己平行地去处理华为问题 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的切割 其次我们要看到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其实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也面临着一个转折 中国在贸易战所暴露的问题 既是中国的模式的问题 也是企业发展 企业在海外投资 进入市场 特别是华为的模式 所暴露的问题 譬如说我们看20世纪初 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 曾经因为违反了 这个反垄断法 谢尔曼法被分割了 分割为30多个小的石油公司 到70年代 美国的大型的电话电报公司 也被分割成7个小的电信公司 那么在中国今年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华为这么大 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 如此大的一个反应 而且是负面反应 其实不能排除未来 把华为进行切割的一种可能性 我认为 只要这种主义提出来 国际社会形成一种压力 其实中国内部会仔细 来讨论这些事情 会完全有可能进行深层的切割 但是这跟中国未来的体制改革 深层的节奏改革 是有密切的相关的 好的 我现在 我们继续给大家读一些网评 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他们怎么回应 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 首先是叶空姑翻 叶空姑翻 他说张首胜已经被抑郁死了 孟宏伟遭中共秘密逮捕 杳无音讯 如果孟晚舟被放回中国 也将被睡觉死 有人不想让孟晚舟活着 因为孟晚舟活着 他们就会死 好在是民主国家 一切按法律程序办事 完全透明公开 孟晚舟真正应该感谢的是 民主国家文明进步的法治 可惜从今天爆出来的 孟报平安 并感谢祖国的朋友圈来看 这个蠢货到死都不知道 正是所谓的祖国 让他成为可耻的罪犯 贾善强 他说超级大国争霸世界 不知害了多少人 孟家妇女也是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民主国家与独裁暴政专制国家 没有共同语言 应该让一国一票大选的联合国 做天下老大 为天下主持公平正义 天下才能太平 另外Susan Snyder 她说希望共产党与美国 闹得越僵越好 闹大了 老美发火大了 公布中共政治局和中共委员官员 在美国资产 共产党根本就受不了 要知道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有90%以上的家人 是居住和移民西方社会的 我们看到华为事件不仅在我们的网友 我们的听众观众当中 引起很大争议 在中国也引起很大争议 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大的争议 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许多反思 《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的文章 题目是 《行诉华为CFO是阻碍中国的弱智方法》 最为典型 在美中两地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篇文章 秦先生 您怎么看这篇文章的观点 我觉得这篇文章代表一家之言 不代表美国社会的一个主流的声音 因为华为它的影响力确实是比较大 不光是现在从抓孟晚舟开始 其实在很早之前 美国社会对华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警觉 都是在开始在批评或者在限制 那一方面我们鼓励说 市场经济下这个企业可以自由地竞争 但是在涉及到一些技术规范 或者行业规范 特别是保证这个用户的一个隐私 国家安全方面 我觉得各国都有基本上一致的声音 就是说你这些企业必须要符合 所在国的这些技术的规范 不能伤害这个国家安全 但是华为可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是做的远远不够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没有什么疑议 那如果说美国政府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 公开的去讲 特别是搜集到一些证据来做 我认为说对包括华为债利 或者其他的想进入美国市场这些企业 都有一定的一个威慑作用 就是说你必须要争取手法 你才可以赚取到你想赚取的利润 谋求到你想要的影响力 但是如果你不争取手法 你一定要受到惩罚这样子 我们看到其实就一党制裁的问题上 你看之前的汇丰银行 在几年前是跟纽约的检察院 达成一个认罪协议 大概主动的罚的大概是有19亿美金这样子 这就是给这些 包括比如说汇丰银行在内的 这些银行业也敲一个警钟 你必须要征紧手法 不过征紧手法你就要付出代价 那企业也一样 华为也一样 对不对 我认为说如果要调查华为 有确确证据的话 是应该这么做 不光是警醒华为 也警醒其他的所有的跨国企业 这样是会让未来的市场 或者更规范 然后会对公众的利益 各国的国家安全 也会有更好的一个保障 谢谢 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谈的是 这个华盛顿邮报 彭博新闻社的文章 题目是 美国扣押一个中国人 中国就能锁住 美国的一个产业链 这篇文章也从经贸这个角度 称美国这种做法是鲁莽的 我来请教吴强博士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我看起来 这篇文章也是一家之言 恐怕是过于看中了 华为这一个巨无霸企业 它的市场价值 以及它的市场能量 从能量来说 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周 华为确实表现出了很大的能量 它的能量在于绑架了 中国的外交部门 安全部门 做出非常粗暴的一些行为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对国家的一个绑架 在这意义上讲 似乎是显得有点鲁莽 就美国对华为的这么一个形式调查 似乎显得有点鲁莽 但是华为其实跟世界 跟全球化目前的很多大型企业的性质都一样 它的研发也好 它的规模也好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发擦资本主义 什么叫 就是说是一种市场的资本主义 它的所有的 它是 换句话说 它是严重依赖 从全球市场采购它的零配件 然后组装起来 这跟通用汽车 跟德国的宝马汽车 其实的性质是一样的 这个公司再大 只是一个装配厂 华为也是一个装配企业 那么我们外界 如果不了解它的性质的话 不了解目前全球化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的话 就容易被这个巨无霸吓到 以为巨无霸不能碰 其实不然 在我看起来 它不仅是一个这种全球 一个巴扎资本主义的代表 其实是很脆弱的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 现在是5G的一个 即将发放牌照的一个转折点 华为这一种巨无霸模式 对未来5G市场的一个控制 或者垄断 其实它的未来的这种潜在的 不可多的负面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动一动它 我相信是让全社会 让全世界都冷静一下 在5G到来之前 重新来处理产业节奏 这也许对中国 对世界都是有帮助的 好的 那么我现在又有许多网友 听众 观众 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 我给大家选读一下 埃德文陈 他说美中贸易谈判 很有可能会达成协议 但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 是中共愿意遵守协议多长时间 如果中共不遵守这个协议 美国就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来遏止中共的违约行为 北京行政当局 可以任意解释法律 把任何人抓起来或放出去 最近的例子 是中共抓捕加拿大前外交官 跨国公司声称 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之后 他们会尊重国际惯例 放弃专制制度 现实是 中共利用巨额外汇储备 来修改国际惯例 并要求自由世界 适应中共的要求 金刚无 他说用流氓手段 来威胁文明国家 中共的手法 越来越像北韩和俄罗斯 为了一个民营企业的负责人 可以去绑架外国人 恰恰说明孟晚舟 和华为的背景 绝不简单 华为有中共太多的秘密 有中共必救的原因 抓捕孟晚舟 未必是美国贸易战的 预先动作 但正所谓歪打正着 也许这正是美国无意中 捡到的一个大筹码 下面是 成功与否留 对不起 成功与否留 他说中国人可以到加拿大去抗议 示威 举标语 释放孟晚舟 但加拿大人却无法在北京抗议 傅政辉 他说美中贸易战本来破获中国网民之心 许多人认为 这是美国迫使中国改变的一个契机 但拘捕孟晚舟事件之后 却被炒作成中国受到屈辱 一时反美声浪 压过了对美国的期许 甚至极大强化了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负面情绪 这对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非常不利 也对习近平稳定政局 致力公平贸易的企图 是一个一大打击 川普总统团队应当三思 对孟晚舟穷追猛打 是否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 傅政辉的观点 我们可以来谈一谈 因为这种观点 据我所知 我们一位著名的时评人 叫邓玉文先生 他也持这样一种观点 就是说 孟晚舟这个事件 可能会极大的激化 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 让中国体制内的改革派 更不敢说话了 这就影响中国 向改革开放这个进程转变 我们想请两位专家 简单评论一下这种观点 首先 秦先生 秦伟平先生 好 谢谢 关于孟晚舟事件 这几天 这个剧情的变化确实非常快 中国外交部是改变以前 相对比较软弱的一个态度 确实是表现得很强硬 要求加拿大立刻放人 也对美国方面也越见大使 也提出重要的一个批评 然后国家安全部 刚才也报道到 已经是通过国家安全部 是把前加拿大外交官 开明凯也是抓起来的 然后理由现在也没有讲得太详细 但是肯定是跟孟晚舟事件 是有关系 那刚才吴强博士提到说 华为已经大到可以去绑架 这个外交部 绑架国安部 这样子为他去说话 为他去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据我看来 我观察了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看到 现在是中美之间 两国的这种博弈 没有看到是中国国内 它其实不同政治势力 不同利益集团在里面 是一个艰苦的一个博弈 这样子 就好像这个孟晚舟事件 突然发生之后 那作为中国 比如说主要谈判的这一方 比如说刘鹤 或者说习近平他这一方 他肯定是希望可以淡化这种事件 对他谈判的这个气氛的这种影响 或者冲击 然后让谈判尽快的去进行 不管结果怎么样 大家还是看到 目前的意向是比较积极的态度 然后呢 在中国国内 你看外交部也好 或者国安部也好 就是这样子 在激化矛盾的这种做法 一方面官方在激化矛盾 另外一方面民间在煽动这种民粹主义情绪 把华为提到一个 一个是保卫国家一样 好像有人开玩笑 这是战狼山在上演 这样子 就在有意思的激化这个矛盾 好像是要这个谈判 中美之间接下来还有80天左右 这个谈判让他们黄调 然后呢 黄调结果就是对某些利益集团 是比较有利的 我相信可能对中国政局 也会有一些触动 那有些人可能要承担一些政治后果 更多的我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好像树欲尽而风不止这样子 所以这个孟晚舟事件 其实更多的时候体现在 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势力的这种博弈 很多人不明就里被带着节奏 谢谢 好的 那么北京吴强博士 您有什么话要说 我很同意秦伟平先生的看法 有些话我不方便说 但是他说了出来 确实现在国内的不同派系 利益集团 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非常厉害 一直有人在三分点火 但是我相信再三分点火 民粹主义再泛滥 也差不多1900年义和权 当时那么大的声势 那结果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相信中共的 中国的高层应该很清楚 这种民粹主义利用孟晚舟被捕 然后来制造一个大的民粹主义 然后来阻止中美贸易谈判 妥协的这么一种企图 应该不会得逞 应该不会再继续下去 它会某种程度上 比如说到未来的某一个点 会得到控制 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 美中贸易谈判这个问题上来 有报道说 说中国已经开始安排采购 美国的大豆 石油 天然气 作为特朗普习近平峰会上 确定的贸易谈判的 这样一个定金 那么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 汽车关税削减 也已经开始着手进行 那来请教秦先生 您判断孟晚舟的事件 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中方谈判前的这些安排呢 我认为孟晚舟 这个突然爆发的事件 对之前安排好的事情 不会有任何影响 该采购这个大豆也好 或者说石油产品也好 我觉得没有任何影响 包括现在接下来的谈判 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看到美国这方面 他其实表现出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积极性或者诚意 我们刚才提到特朗普先生这个表态 在西方国家 民主国家 特朗普这个表态 其实是不太恰当的 就是说作为一个 行政当局的主要负责人 你去说想要去干涉司法这样子 大家听起来觉得是 沉默结舌 觉得是不可思议 但特朗普 难道他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我觉得他可能是像 国际社会 特别是像中国的某些司令 发出一些声音 就是说我们不会希望这孟晚舟事件 影响中美之间这个谈判 接下来大家还是继续会神的去谈判 当然谈判最终能不能达成协议 那需要说双方可能都要做出一个让步 有一句话叫做漫天要价也可以落地还钱 只要说双方想达成交易 或者达成协议 那一定是可以做出让步才可以 如果说只是美方让步 或者只是中方让步 我觉得可能最终还是这个结果是 大家不愿意看到了 或者中美之间就彻底谈崩 这样子 但目前来说 孟晚舟事件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双方都表现出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积极性 这样子 谢谢 那么按照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的说法 中国这个定金数目很大 这个总共需要采购的金额 达到一万两千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天价 那么这种说法在中国国内引发 许多民众的不满 我们看到了 认为美国欺人太甚 或者认为中共是丧权辱国 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 姆努钦的这个天价说法 得到中国方面证实了吗 您相信这个巨额数字吗 目前为止我在中国的官方媒体 任何媒体上没有看到正式这个数字 无论是商务部的还是其他方面的 但是我个人相信这个 相信这个中国付出的妥协的 这个开出的价码 从这个事情我们其实 我个人是搞政治学研究的 我更偏向从政治角度 政治学角度来解释 这个1.2万亿 也就是8万亿人民币的一个 一个妥协的一个价码 它意味着什么 包括在中国国内公众当中 所引发的不满 或者其他的抗议 首先我们看贸易战的进行当中 其实中国方面是隐瞒了很多消息 中国公众所能获知的消息 都是从美国的媒体 从国际的报道当中知道的 然后参与到国内的社交媒体 国内的公众讨论当中 这种情况其实在过去六年以来 是第一次 中美贸易战的持续 为中国公共舆论的重新复苏 创造了一个很完美的契机 这个是一个中国政治上的 这过去六年以来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1.2万亿美元当然意味着 对中国很多的产业会造成冲击 但是中国我们也知道 没有选举代表 中国的这些农民很多的产业 并没有足够的院外游说 他们的相关代言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 他们是没有力量来抵抗的 那么未来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其实是很有兴趣来看待 中国社会这些产业 是否会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 我相信这才是最有趣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 中国中共其实一直在筹备开四中全会 但迟迟召开不了 这个1.2万亿美元 我个人更宁愿把它看作是一个 向美国付出的一个价码 来保证中国未来的四中全会 能够如期顺利地召开 这个是政治的意义是巨大的 好的 那么我来再来选读一些听众观众 网友朋友们的这个网评 张爱国 张爱国 他说中国又赢了 美国又输了 你看中国外交部一声吼 加拿大立即放人 孟晚舟马上就放了 他认为中国赢了 午夜星空SZ 他说中共抓加拿大前外交官 是一个烂旗 国内很多网民评论 都有义和团思维 这个有意无意 助长了网民的排外情绪 实际上越接近年底 越应该为国内的经济形势担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 也会为明年的经济政策定调 这个调子估计就是月初 川习会面定下的基调 90天谈判 在扩大开放的借口下 向美国认怂 所以中美贸易谈判没有成败之说 只有对美国收获大与小的区别 STGY007 他说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 铁板钉钉 中共一定会甩锅 把华为的行为 界定为华为个人的企业行为 跟中共无关 当年红色间谍金屋记 不就是这样的下场了 其实民营企业家也要清醒一下 中共从来就没有把这些民营企业当做 对不起 中共从来就把这些民营企业当做棋子 没用了就立即放弃 果断甩锅 夜空姑翻 他说随着康被拘押 事态进一步朝恶化的方向发展 孟晚舟事件很可能会演变成 中共纳粹与美加 甚至整个欧美文明社会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习近平仿效金正恩的套路 已经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 美中下一步谈判涉及的是 两国贸易不平衡的这个结构性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有评论就这样认为 说你让中国人花钱来买东西 这不是问题 用钱能解决的 对于习近平来说都不是问题 但是你要动他的经济结构 或者产业政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请教秦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呢 有部分同意吧 因为刚才提到说 向美国采购1.2万亿美金这个产品 据我个人的解读呢 留意到另外一句话 就是习近平在访问西班牙的时候说 未来五年呢 中国会向全世界采购 10万亿美元的一个商品 那两个话结合起来看 其实就可能会得到答案 我觉得这个1.2万亿当时向美国采购 这个承诺呢 可能是在未来五年的计划 每年呢也就2万 2千多亿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数额跟现在差别不是特别大 可能是把一些比如说石油的订单 之前像俄罗斯的 然后现在转移到美国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个项目上 并没有吃亏 反而是减了很大的一个便宜 当然1.2万亿这个数字 一出来的话对于美国经济界 可能商界可能会觉得说 哇那个大客户来了 然后很有buying power 然后买我们很多东西觉得很好 那另外一方面就中美贸易战 比较纠结的就是 在采购方面 比如说消除这个中美 这个贸易顺差利差这个方面 中国应该态度还是很积极的 最主要是中国像一些结构 就像刚才提到结构性的改革 特别是涉及到他们一些政治安全 政治稳定这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几乎是很难答应的 或者说绝对不可能答应 但是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中国市场的进一步的开放 然后更公平的这种贸易 包括一些取消一些不合理 不恰当的这种补贴 我相信中国政府 他如果意识到未来面临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愿意做一些妥协 那当然作为美国方面 他的一个谈判策略 他愿意接受多少价码 然后最终愿意做多少让步 那是最终到最后一刻 我们才可以揭晓这样子 好的 谢谢 华为的问题 其实就是美国所认为的 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当中的一个重点 那么我请问北京的吴强博士 那你说华为问题双方能避而不谈吗 有人说没有华为事件 美中谈判就已经是困难重重了 那么抓捕孟晚舟之后 谈判将是难上加难 那吴博士您同意这种说法 这是两个问题 首先我个人认为 当然华为确实是我刚才一直强调 它是中国节奏性改革的一个案例 如果中国要承诺节奏性改革 其实现在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 开刀的一个个案 谈判并不会避开它 但是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政治传统一向是以大局为重 这种个案 即便是华为这样巨无霸公司 在大局面前 在我看起来都不至于影响到 习近平已经做出的一个承诺 这种承诺 我相信要压过华为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命运 那么我刚才也谈到了 华为的命运有很多种可能性 都可能在贸易战当中谈到 那么更重要的是 就像秦远平刚才所谈的 比如说无论是1.2万亿美元 还是中国未来的10万亿美元 我相信中国未来 它想做出的支持全球化 或者说把中美关系建立在一个10万亿 或者1.2万亿美元基础上 就意味着中国要培养一大批的 一种买办资产阶级 来代理这个1.2万亿到10万亿美元的进口 并且要想办法 让中国的中产阶级 让中国的消费者 能够充分地购买这些产品 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更大的事情 远远超过华为这么一个公司利益 而一旦在未来找到了 双方都找到了 对华为的一种拆分处理 或者制裁的方式 那么我相信不至于影响到 中美贸易的一个大局 好的 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 我给大家读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 首先 爱妈和爱妈猴 爱妈猴 他说中国也可以逮捕几位美国军火商 和美国在台湾比较敏感的企业人士去中国 以分裂国家法 让他们也走走中国的法律程序 因他们违反美国与中国 有三个联合公约 用美国的逻辑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另外一位 Holy Ghost Holy Ghost 他说 每一个购买美国高科技的外国公司 必须签署终极用户证书 也就是End User Certificate 内有条款 禁止买家 不会转卖给伊朗 朝鲜等国家 如违犯条款 愿意接受美国法律起诉或者制裁 华为 中兴 在买美国芯片时候 都有签署终极用户证书 脸皮厚 假装不知道 我们现在呢 这个时间剩下的真是不多了 要不然我们请两位嘉宾 来评论一下 我们这个 刚才两位网友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 观众 及网友朋友们自己去思考一下 两位截然不同观点 截然不同的网友 他们的评论 然后给出你们自己的答案 最后 我用一个短短的网评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就是改变 他说其实共产党 中共 对孟晚舟的个人 根本就不关心 他们在乎的是孟晚舟 所掌握的华为 以往跟伊朗 以及一些流氓国家 暗中交易的黑材料 和华为背后 真正掌控的人的 个人机密资料 好的 今天我们时时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 不能一一播出网友 做出的所有评论 并回答网友们 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秦伟平和吴强 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时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 听众 观众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时大家谈节目 我们来关注热点话题 孟晚舟获释 康明凯失踪 华为风暴中的人权与法律 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